大家好,今天是11月28日 回到明報部上邁身激的時間 今天和大家去看看上證指數和深證指數 先看到上證指數 大家都清楚了,10月8日 放完國慶假期之後 一開就是高位 3674 接著他就沒有進一步升上去 接著回下來 去到10月18日 最低做3152 接著就反覆 上上落落 昨天最低落去3227 其實在技術面上 他就剛剛好落到接近250周 在這個位置正常來講 就要做到一個比較強大的support 結果他做完低位之後 咬回腰上去 雖然今天叫做不太動 但在技術面上 他都叫做浪住了在裏 表現都叫做不錯的 後市看看他會不會有機會再進一步上去 我們看看上個月 10月31日 當時是收市3279 現在正在做3299 起碼這個月 都叫做升 上證指數 沒有跟隨 10月下跌 看看後市 可不可以再進一步上去 爬回上3600 或者更加 即是繼續 未來 繼續上去 整體上 上證指數 就不似大跌 至於這個深正 都是一樣 你見到 其實 11月1日 當時是 10563 現在是在做10476 輕微 如果你比起 11月頭 輕微的回落了 但是他就沒有 繼續follow 跌 然後跌穿 10月底 昨天叫彈回上來 看看他可不可以 有機會守得住 那些平均線 或者是沒有了 穿底 然後繼續上去 整體上 我們看上證指數 和深證指數 就不是很似向下跌的 反而是反覆向上 雖然他叫做慢跌 但是他不是一個 下跌的走勢 你可以說他還行 但是絕對不可以說 下跌走勢 那麼 下一步會不會是 隨著國內的 放寬勝 或者是刺激政策 或者是刺激政策 而令到 上證指數 和深證指數 和深證指數 在12月 可以再做高跌 整體上 都叫做靠穩 我們現在看 那麼問題就是 他不再跌了 那麼可不可以 爬上去 那麼正常來說 我們都會 相對地 是看好少少的 就會是這樣 好嗎 好了 今天就這麼多了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留言給我 拜拜